媳妇啊 干啥呢 妈 你咋回来了呢 我在外面打工三年没回来 想不想我 我想你啥想你 再说了 你回来不先告我一声呢 我这不信给你一个惊喜 啥惊喜 你这给我一个惊吓 吓我一笑 你跳啥 走回屋 回啥我回屋 那还给他睡觉呢 看着你吓一跳呢 我是吓他爹 怎么能吓一跳呢 孩子出生他几个几天 你就打工去了 那能认识你吗 你他爹 你说那信不他呀 那平时这不演的打视频啥的 孩子不也都看出了嘛 我怎么 别扯那个啊 孩子那不嫌人的 你赶紧的 你嘎嘎嘎去去 咋不嫌人的 不对啊 你回来就回来 你行李呢 我哪行李干呀 咋的 你朝夜还走啊 不走了 那你行李不是钱呢 钱的非得搁兜出来的吗 那玩意儿啊 那搁哪呢 我都给你打回来了嘛 一月给你打好钱呢 我天哪 三年 一月给我打三千块钱 咱家几口人你不知道吧 老人 小孩 家里的地 这谁干的都是啊 不是 那谁干不谁干的 我在外边你说 我走的时候我二百八十斤 我现在我都瘦成啥样了 瘦到一百六了都 跟你瘦有啥关系啊 家里边好好的活你不干 你非常爱打工去 打工你要挣着钱回来也行 钱呢 我说我挣着钱 我都给你花了吗 你给我花啥了啊 我花你一分了吗 那你越来越要给你打回来好几千块钱 你能不倒你花了吗 那是我花的嘛 咋的 爹妈不花钱呢 孩子不花钱呢 奶粉不要钱呢 要不是不要钱呢 我在外边打工三年没回来 我 你现在你跟我俩个人都讨论这事 我讨论啥呀 家里边我就说 这三年以后你跟没你是不是一样 你干啥去了 孩子生病你干啥去了 家里帮中地你干啥去了 不是 那你啥意思啊现在要 我去进屋看看孩子不让开 不行 不这么的吧 你出去给我拍着一百万 要不然你变个孩子都跟你说 不咋的啊 啥意思啊 啥啥意思啊 打工三年不挣一百万回来 你好意思回来吗你啊 你好意思见孩子吗 现在我看是 你不让我进这家门 这不是说是孩子睡觉的事 现在 咋的 我这几年了 挣着钱得回没都给你 要都给你 就连着打他吧 啥意思啊 长四方钱了 啥话呢 长四方钱 这几年我挣的钱 全都给手机里头呢 做些吗 做些呢 一百八 还把一百八十块钱 好意思说啊 车票都不够吧 一百八十个W 一百八十万 哎呦 老公啊 那个孩子想你了 赶紧进屋看孩子 你可拉拉包 我再给他吓着 老公 一百八十万你老公啊 走啊 还给坐干啥呢 一会儿银行下班了 上哪儿去干啥去 不说好了 求钱去嘛 这钱求不了 不是啥意思啊 咱俩辛辛苦苦的啊 没日没夜的 攒够这五十万 就给我小舅子 你老弟买房子 说拿就拿了 咱俩不说好了嘛 人家是借不是拿 那不得还嘛 搁啥还呢 这五十万呢 咱也不着急用钱 让他慢慢还呗 再说了 咱家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那往后盛许啊 你就是在压山什么 以后什么结婚啊 买房买车 这都是钱呐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先想验钱的事呗 那还长大不还得 得几年呢嘛 咱俩还能挣吗 还能挣几年呢 我现在我这腰板啥子都不好使呢 军大娘 你别说大哥 我就问你 钱你到底寄不借 借不了能咋的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寄不了我回娘家了 你回娘家 那你就回去吧 你等着啊 老妈回娘家 你像谁呀 咋插不进去了呢 这败家玩意儿 锁还给我换了 不 你跟哪儿冒出来 你笑一笑啊 你还回来干啥呀 你不回娘家了吗 你说你啊 半个月 我回娘家你也不找我 这回好锁都换了 那你是啥意思啊 不要让我进屋了吧 我想让你进屋啊 那关键是你资格不不干吗 我就最后通知你 我老弟那钱你到底借不借 你老弟要是个好样的 就是这钱 我就给他都行 关键是他真不那样啊 天天好吃懒做 天天要么就喝酒 完了呢要么就是玩麻将 你就这样说 那天说啊 以后能行吗 不借是吧 行啊 那就离婚 再给我说 分我一半二十五万 这你说的是吧 明天咱俩明正 你不挽留一下的啊 咋的啊 你说啥 还挽留一下的 你刚才这话咋说出口的啊 婚言不是儿戏 你天天老拿离婚离婚的 就回去 我不冲动嘛 老公啊 不离了行不行啊 嫌我无地了还不行吗 妈妈没错啊 不然就进来吧 我给你做饭去老公 你就是跟我相亲的老嘎子啊 你不叫老嘎子吗 是啊 我是老嘎子 我来跟你相亲去 真的啊 是 你这跟照片长得也不一样啊 那个照片美颜了 这太夸张了美的 还行 那关键你那个美颜长得也挺夸张啊 那图片朝那腿老长的 你说你指甲 就这么长的 我那边修图了嘛 披个大长腿再瘦个腰啥的 啊 你对这个相亲对象还要求没啊 我对相亲对象没有要求 是个女的就行 啊 但你没啥要求 我有要求啊 你有啥要求啊 首先得长得帅 得幽默 个儿得高 然后最重要是啥呢 得有钱 啊 你看啊 长得帅 我这个站的是不是八九不离十了 啊 对 幽默这一块的话 那我也没毛病 啊 啊 啊 你自己叫挺幽默的呗 那咋不幽默的啊 咋下不得 幽默不 你这还骂人呢 你个人不高也没钱呢 钱有 有多少万 八百多万吧 哪来的八百多万呢 你春春的事都不像 不是 我现在没挣来的 都给银行的 哈哈 估摸着你平小前样 大师给我算了 说等到我六十出头的那事 你就卖土里了 你就卖土里了 买什么土里头 就是挣大钱了 八百多万就全都进账了 真的吧 我相信别的都不要了 就外带什么都不要了 就一个条件 就是啥呢 你能让我在一秒钟之内记住你 咱俩的错 这也好办呢 那你得配合我一下子 行 咋配合你说 来 哎呦 啥玩意儿了 记住没 哎我的妈呀 记不记住没记住再拿一口 哎哎呀呀呀 这扎心啊 是哈啦的 哎我的妈呀 我玩的 不是 你看你还走了呢 你不是要你在一秒钟的记住我吗 我再挣一口 你看你自己站着不好 哈哈 老嘎的 你干啥来了 我没了事啊 瞅瞅你 你这整啥大工程这是要吧 这个二老薰整个小凉蹄 这一看你这手头挺宽重啊 还行吧 这干啥要借钱呢 那我这不是干个小买卖吗 也不过你多借 借一万就行 找你仙人借啊 我是你钱服 你找我借啥呀 你就说那话 咱俩不好歹服鸡厂的吗 借多借 不说了吗 借一万 那一万块钱好过干啥的 借一十万 妈呀 你真大方的吗 还行 现在不手里有吗不是 要我说呀 还得是你 你知道不 念咱俩就行 你啥时候借我呀 那个人说好 借四万一年的话 你那么的话 看在这儿夫妻一嗓 一年就给我三万块钱利息得了 啥意思啊 那借钱能白借吗 不是 银行也没这么高利息啊 你要干啥呀 这不三厘嘛 正好嘛 三本利这是 哎妈 让我气 你说你 哎呀 咋的 你刚才说的啊 有年旧情 有夫妻一场的 借个钱咋还要利息呢 那你这么来 我再给你打个折 一年给一万五利息得了 我不借了行不行 就你这样事我跟你说 啥你也不是 哎哎哎你别走 干啥 你要这么来 我给你拿一百万块钱 你不用还了 不用不着 闲着你的 你小样的 我给你要用的话 到时候上十多块钱给你烧过去 笑语啊 笑语啊 哎呦我的妈呀 她在哪里来了呢 搁家呢 没家 干啥的 隐身了 能看着我吗 看不着我 看不着我 看着大腿挺白的 哎呦你妈 干啥的呢 给我拿一千块钱 拿啥钱拿钱呢 你上回你张老师借钱 你还我还我 你还了吗你啊 你 咱俩不好吗 咱也好去呗 经过你这么败回啊 说实话 收一大麻将去你啊 想玩两个 要我说你真是 狗敢不要吃事 没有啊 你别想这样 做了又是 而且谁不知道咱俩关系最好 你可拉倒吧 我还想嫁人呢 你别管瞎说 听声班 你手挖这么多年 你不就为了等我吗 你放心 不出十年 我必娶你 指令脸 就是日进斗进 十年呢 十年我 我都会成老趴菜了 还十年呢 你真的吧 你这次来不记起来了吗 我呢 也不管抹角 给你除个对脸 看能打上来行不行 行你除吧 我告诉你啊 就是十年二十年 你成老趴菜了 我也不嫌弃你 非常没有用的啊 你听好了啊 这上脸是 进进出出 黑夜尽头 方见日 你把咱俩这事 你往说说啥呀 啥呀 什么啊 我这 黑天百夜灵 您出对脸呢 对脸啊 我心的啥呢 进进出出 我跟你对 来来王国 挺工整 下一句呢 下一句我跟你对 延东过后史丰村 妈呀 这么工整啊 行不行 没毛病啊 智商这块过关了啊 再来考考你体力 咋还考体力活呢 那你看 我体力啥样 你不知道吗 啥玩意呢 哪回我不整浑山是汗 滚嘴子 我哪家 你看你想啥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上回我不跟你产一下五草嘛 然后整的可真都是汗 那啥 挖上那个包米你看着吗 把那个笼给我备了去吧 你先拿钱呢 你先备笼啊 你备完我看看合不合啊 那相当于合着的 我跟你打一天空伴的是啊 那也行啊 但是钱不用你还了 不挺好吗 那行我先拿给你插去 去吧 笼备好了啊王娘 我看着你呢 我四天盯着你 你好 请问你是小豆包家长吗 你满 许潇雨 咋是你呢 你咋当老师了 妈呀 豆包是你儿的呀 对呀 那咱俩离婚这年行啊你 还是他妈呢 还是他妈走了 啥事了 那个 咋的 给你跑了 啥玩儿给你跑了 不你那脑子里头想啥呢 你作为一名教师 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不是那我看你可想难以吸水的表情 那不就跑了吗 这生豆包的时候难产 去治了 啊 对此我表示有种的哀悼 对啥 说正事啊 我那个来干啥来了呢 就是来家坊来了 你儿子吧 这这个 语言 考八分 数学考六分 你这当家人咋交的啊 这这照我强夺了吗 还照你强夺了 你瞅瞅啊 这语言 人家问 圆明园谁烧的 豆包咋拿的 不是我烧的 这啥玩儿 你是不是在拿嘴的啊 那圆明园真不是玩儿的烧的 这不是问她 是不是她烧的 你问谁烧的 谁烧的 那不知道 这指定不是我儿的烧的 啥家长啥儿的 再有一个啊 人家标题写的样子写的是 她的一生 你儿咋写的 她一生下来就 没了 啥玩儿啊 她可能说的是她妈 她一生下来没见到她妈 我降不过你 行 算你有道理啊 来 看看数学 计算器上的这个数字 一和八坏了 怎么计算336乘以18 豆包咋拿的 再买个计算器 不是你教的啊 要我说你这老实咋当的 那计算器坏了 那你怎么算 你今天再换个新的 下一题 你说啊 这个小明口袋里边有冰糖50个 棉花糖40个 这棒棒糖80个 然后呢 今天吃了30个冰糖 20个棉花糖 15个棒棒糖 问 小明兜里还有啥 他整个啥 有糖尿病 人家你算数学呢 你咋是什么糖尿病的呢 你这么想 这么点的小孩子 天天吃这老些糖块 能不得糖尿病呢 你就是强词多理我跟你说 你说你啊 作为孩子家长 你不得好好辅导功课吗 我辅导功课 那你老师上学的时候 咋不教呢 我教了 他没学明白谁呀 没学明白 说明还是啥呢 老师没教明白 反正今天我不管啊 你这个孩子这个成绩 已经拉班全班的最低分了 你得想办法把孩子成绩补出来 你听听听听 主要是我没有时间我教 再有一个我说 我样化水平也低 我没法辅导啊 那我不管 那是你的事了啊 跟我没关系 你这么理呗 你晚上你有功课吗 有没有功课就干啥呀 你有没有功课吧 有啊 有啊 你给孩子补呗 你可拉倒呗 你有明白规定 不让给孩子补课 你不要钱就完了呗 我不要钱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 你证定 你跟我俩结婚 咋呀 完了 你给孩子补课的话 名正言顺呢 那意思 我给孩子当后妈 就名言顺了呗 对呀 我的妈 这不行 这有啥不行啊 你还肯定咋的拽啥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单身 你也没结过婚 再有一个 就你说 以为了不想生孩子 谁能跟你俩结婚 你就别犹豫了 你看 你跟我俩结婚的话 进门就当忙 还不用生孩子 体型啥的 还能保持 你看什么 最主要是啥 孩子成绩得上去 对呀 你还上去 你天天 你跟我俩过日子 孩子成绩值得能上去 行吧 免为其难答应你了 但我跟你说 这什么家务活啊 洗衣做饭 我一样不做啊 我今天你学校忙 行 你愿干不干 但是以后孩子 学习成绩再上不来的话 那就说明你这老师不合格 这没用的 我弄了 走吧你 那你今儿就留下啊 那今儿不留 啥时候留下啊 敢早不敢玩 你这有点太快了吧 在家呢 姐夫啊 你干啥来了 小雨啊 没啥事 这不是外边下雨了吗 我去找你溜溜的呀 下雨倒要溜啥呀 帮我往这儿来点 你别给撕袜整漏了 那想啊 我吧 想赠你借钱 借钱干啥呀 我这不是 换季了嘛 我去买点衣服啥穿 不多借啊 就800块钱就行 800块钱能买几件衣服啊 你别给我买几件的 借我呗 这借吧 你说这 你暂地吧 我给你出几道题 你要是能答上来呢 我给你200 你要是答不上来呢 你给我100 再有账算啊 行 来 出题 听好第一题啊 说什么盘不能装菜 啊 我知道了 转盘呢 那个装不了菜呀 不对 该不会是胎盘吧 哎呦 你们 啥玩儿胎盘呢 行的啥呢 还不对啊 你别着急 我再想想啊 啊 一五盘 那东西肯定装不了菜 200 到手了 挺好啊 再来 再来 再来个几道题 啊 来 问 什么洞最怕水 小鸡人怕水 问啥啊 鸡不可食嘛 吹过的机会就没有了 又来200 400了啊 这啥 这啥 再来一个 问 穿什么裤子 显着年轻 短裤啊 最显年轻 啥玩短裤就年轻的 露大腿就年轻的啊 我想起来了 我想外上穿那个纸尿裤 哎 谁穿谁年轻 哎呀妈 这智商怎么了 嗯 200 400 600了啊 我们不用多提 你再给我出一个提就行 我答对我就爸爸给你拿一道手了 这道题我就先给你回答 看你能不能答上来啊 说 什么洞 最深 啥洞最深 嗯 那个 姐夫 那600分也够了 都抓过来吧 啥玩600分也够了 不行 这道题你得答 我前面的钱我都不能给你啊 你没说啊 刚才是啊 你也没问呢 这啥玩意 我打上来了吗 什么洞最深 打啥了 脑洞最深 大家屋底洞 想啥来啥 赶紧给我赚钱 拜拜 等我啊 咋啦 那啥 老母猪得喂食了 等会回来给你打钱啊 好嘞 快点的 哎不对啊 你家没养猪啊 姐夫啊 姐夫 干啥呢 姐夫 忘当了 啥 你什么虎啊 我年轻轻忘了什么 你干啥呀 你说你这家伙的 笑一逮一逮 哈哈 鸡啥眼 我多接待你 没个鸭呀 干啥呀 正好 没个啥 就有点钱吧 姐夫 你们俩是你老借钱干啥呀 姐夫你瞅瞅啊 撕瓦漏了 就有的钱买撕瓦呀 哎呦我的妈 咋的 你再说 买个撕瓦十块八块的 你能要多少钱 给你拿五块钱去买去 八块能够吗 十块八块就说那了 我这撕瓦一天一条 一月三十条 一年三百六十五条 你算吧 那三百六十五块钱吧 那是三千六百五十块钱 一条十块你怎能撕瓦呀 你这浪的屁股 那啥那撕瓦都我撕的呀 那一年的撕瓦都让我包了呢 哎呦姐夫 你净说那话 啥人了你再借我点 我跟你说啊 我可知道那小金库搁哪了啊 你站住一会儿 我给你出个题 你要能打上来 我给你拿四千块钱 那行啊 就我这小脑瓜啊 来出题 九男九女打一个字 来 九男九女 不是 干啥去了 上网上洗澡上 我发现你现在这脑子 一天就想啥呢 那九男九女给一个澡堂洗澡 那不烂套了吗 那不是啊 九男九女 啥字啊 你不知道拉脑 我进入了躺睡觉 哎 姐夫 你让我想想呗 你想啥去 你这脑子刮 你都想不明白 你还想呢 想啥呀 九个男的 九个女的 二九一十八 十八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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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个休息的休啊 你看啊 这不是人吗 完了一个十一个八 十八个人 是不是人 对 她姐夫跟俩闹玩的 姐夫人 我闹啥玩 姐夫 你答应好给我四千的 走 走 我再给你说 走 谁还不回来呢 来来 来来 干嘛呀 你谁呀你帮我呀 我是你相亲对象呀 相亲对象 啊 没什么跟我说呀 你咋没跟你说呢 我找找找找找 行行行行 停 你干啥呀 上来就报啥嘛 这是啊 这是我们这个阿子的就是那个 见面的一个礼节 就是这么个事 不是你再礼节 你不能上来就报我呀 那你看 这是对你的一种尊重 一种友好 你看 啥玩意儿友好不友好的 我不接受啊 你看那还不接受呢 对了来 那啥 我给你带点那个见面礼 妈呀 你的言还挺好的呢 那啥吧 等会回去我跟我姐说一声 我来你俩见面好好聊聊啊 不是 怎么我跟你姐呢 不咱俩相亲吗 我讲误会了 那啥 我姐吧 今天上盖里烫头下来 她让我这儿等你 我要跟你说一声 那你这啥事啊 那哪有时候你相信她不来 让她老妹来的 那你既然咱俩都给这嘎子 落这么半天了 我也不想跟你姐俩那啥 咱俩就是聊一聊的 不合适吧 那有啥不合适的 咱俩这手都牵上了 那你观念吧 你说我姐还没结婚 那你说我是先找对象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 这才说呀 这个年头你还顾谁呀 你不预论相当的 那你去赶紧拿下吧 这不整合适吗 那有啥不合适的 关键吧 那我姐俩人啊 你说你 你姐还不好办嘛 明天我再给她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更好的 你看行不行 那行 那咱俩回家见你爸妈去 走吧 走 哎呀 真好 那边再高一点更完美 哎呀 终于解放了 这回婚也离了 走吧 送我回家吧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么不要脸的 那离完婚了 我还送你回家 那脸多大呀 不是 咋的 离婚就不能送我回家呀 这这老院我咋回家 这老院咋回家 这老院咋回家 咋来的咋回家 你废话 我坐你车来的不是吗 你坐我车来的 我就给你拉回家 你能骗我 行吗 不咋的 翻脸不是人是不 淡定 我要开心 一会儿要庆祝一下 回家 我说你啥意思啊 咋的呀 离婚还要庆祝啊 你再放两个鼻炮呗 再庆祝且呗 就拉那屁股 我干嘛不得庆祝一下子 咱俩离完婚之后 我喜提一亮 大奔驰 哎呀 我的妈呀 和你啥事呢 就你呀 还喜提奔驰 洋公车吧 我喜提的那辆车是 奔驰 卖巴赫 越野版 知道吗 不知道 那车值多钱吧 那车 值二百多万 哎呀 我跟你讲 那车呢 那功能老好了 哎 原地 原地能能啥 能跟着搞像悠悠床 哭哧哭哧的 我跟你讲 没完了是不是啊 我要拉个小姑娘的话 没完了是不是啊 我都不得费劲的我都 没完了是不是啊 咋的 重点是啥 哪来钱买车呀 你管我哪来钱呢 还有呢 你买的车钱哪来的 我问问你啊 你 我之前 你那存的咋的啊 快走快走 之前存的是不是不提供我猜产 分我一半 咱俩都离完混了 你别找他够了 早行啥你咋不要呢 早行啥 早你买了吗早 你够了吗你啊 早 早够你那钱够你分去了 早 不能够你 快走 你气死我了你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分也得分 跟我也得分 属于付钱跟我财产 憋会的开心 付不了 谁跟你说付婚了 我让你分我一百万 你急在场我想起来了 要付婚也行啊 这车都是我的了 走 付婚去 哎 干啥呀 不是 是哪 哎 哎 不是 你干啥来了 哎 啥事啊 这屋子脱衣服 干啥呀这是啊 哎 啥事 不是 这两天都不行啊 怀孕了 上医院检查完了 三茅台 不是 啥什么事啊 大夫说了 都两月了 我什么 你这事整 不是 那什么 我得抓紧 我得上盖里去一趟 我得把那啥退了 退啥去 那啥呢 我昨儿去的 上了婚前所报的名 你这都怀孕了 我得退了 我这一只脚踏两只船 你再给我摘一只 我谁怀孕了 你不是你怀孕了吗 都两月了 都三茅台吗 谁说我怀孕了 那谁怀孕了 咱俩一起养的小猫 怀孕了 吓我一下 地脑挖头 不是 他怀孕跟我还怀孕 也不我整的 吓他胆吧 我的妈呀 这我怀孕弄嚇死你 这不是咱俩一起养的小猫吗 不有感情了吗 完了呢 我把最近忙出差 你说我给他自己扔家吧 我放心不下 行我找你来吧 你有点爱心 你当时你帮我照照的 我跟那小猫吧 没有感情 我一上人家去 他老挠我 没有感情 养不了 你养不了也得养啊 那你说咋忍啊 这要是咋力的话 你说那三猫胎加个猫 我都 啥人啊 你看啊 就那猫我怎么养 那一个月那猫粮钱 那好几千 我现在养我自个 我都 都有点沉浸 隔着这等着我呢 我就说嘛 你这老坑老坑一直改不了 哎呀 你真的吧 你帮我养猫呢 我也不能亏待你 那个猫粮我自己出 我顺便呢 再多给你一千块钱 对吗 啥意思 我俩都成 养猫 脱猫所啊 你个人不就那么扯猫 老胡子呢 那咋的能行 咋能行 要不你那咋呢 咋俩复婚呢 咋俩复婚呢 不是啊 咱俩的离婚不到一个月 你这复婚好吗 那有啥不好 你要不复婚 这猫我也不给你伺候 我养不了 你瞅你的死数 那你认得呗 那等我出来回来就说呗 那也行 那等你出差回来完了 这眼睛这猫 我咋给你伺候呢 我的妈 那我出差回来 又你伺候啥吗 我自己都伺候了嘛 出差之前咱俩就复婚 你看行不行吧 行走吧 干啥去 当弟弟们干啥去 那走吧 那帮我等了呢 哥家呢 你干啥来了 这家不欢迎你啊 那啥 那个 自从你说你离家这么长时间 那个 我来找你有点事 有话是说 说完赶紧走 这张卡里头 有八万 你拿着 啥意思啊 那个 啥意思 这没看着吗 这咋整的这是啊 胳膊呢 胳膊 粉碎嘞 哎呦我天哪 你说你啊 咱俩吵个架 我就回娘家了 其实你能哄哄我 这倒好 半年了啊 连个短信也没有 细细也没有 你到底干啥去了你啊 我这长时间 我这不是 一直 那啥嘛 挣钱去弄 就 挣八万了 不是你胳膊都没了 你拿啥挣钱呢 还有这一手呢 你咋整的 你这半年 干嘛呀 那啥 啊 就你走那第二天嘛 然后那个 我砸草来的 就是一流神 手去伸到砸草机里 那个 我跟你回去我照顾你去吧 你这一个手你不方便呢 那个 你真跟我回去啊 走吧 那太好了走 哎 这要长出来的呢 抱我玩呢 是不是你啊 那啥 你找我回去吧 别想 回啥回 还敢骗我 那胳膊都没事什么 你盗我 滚多去啊 滚多 再相信我跟你说 我就要糊了 哎呀 辛苦有张卡 八万块钱 就这么沉的咋办 没有什么 这也骗 哎呀妈呀 啥也不是 忙着呢妹夫 哎呀 干啥来了姐 没家事啊 我找妹呢 没个家 没个家呀 哦 那正好 来来来来 啊 先别干了来来 啥事啊 我问你个事 嗯 你是喜欢少女还是少父母 干嘛呀 我这不耗个心 我就是问问你嘛 是不是你老妹 要你来套论我的 套论你啥呀 我老妹没个家 咋套论你 不是 那你问我正玩啥呀 纯属好奇 主要看人家吧 就是 不有那个测试啥的嘛 人家说的这么腻的 我也好细问问你 哈哈 说呀 你问我啥的呀 就喜欢少女还是少妇 少妇 为啥呀 年少不知阿姨好 却把少女当成吧 啊 是这样啊 嗯 那啥 正好 我妈就你丈母娘 这下午要来 完了你陪她逛过街 买买衣服 随便晚上请她吃顿饭啊 往我那下午那我那打样去 走了啊 没有 我这不是问题 我这晚上 这 这 妹夫 嘎呢 平茂呢 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可别问我了啊 你昨天都给我套路了 没有 今儿肯定不套路你 那你说吧 喜欢少女还是少妇 昨天喜欢少妇 你给我调理了 今儿我喜欢少女 为啥呢 还是那得好 那个 你外女儿是不是放假了嘛 那个下午你领她上游乐玩会去啊 顺便坐个什么过山车的 上游馆也行 你领她玩去啊 往我打麻料去了啊 谢谢 哎呦你妈 你这啥嘛 就听过我同意了嘛 坐个山车 我又运高我都 这死子咋还没生 猫 哎呦你妈 大姐 你又来干啥呢 我没有事 我这不来问问题的了吗 那啥我也不选了 今儿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家待呀吧 那完了 我行跟我几个好姐妹儿 约一起上三亚海滩玩去呢 我行你当个司机啥的 完了孙道带你玩去 你辛苦你这样天了 那你不去拉倒吧 那我自己去吧 走了啊 哎哎哎哎哎 你缺司机啊 啊 我去我行 你行啥啊 你不不去嘛 你不哪儿也不走了嘛 你要看家吧 走了啊 不是家里现在没啥活的 我跟你去吧 哎大姐啊 大姐啊 咋呀 不是你那同学长得好汉蒙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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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